比如说你要判断不标准 还要再做弃部的切割的话 其实关键就在这里不标准 所以你要把不标准先找到 然后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后 再丢一个什么呢 逻辑判断进到里面 就是if 所以这个if的话 直接点一下下拉清那if 你会发现它会帮你把if打在这里 那逻辑的话一样 这个逻辑 如果它的真减理都百分比 如果是怎么样 大于百分之五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打一个大于百分之五 那就是它是大于那就过瘦了 因为它要增加 那如果负的话那就是过胖 应该懂这个逻辑吧 如果大于百分之五 就是它还要再增加体重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显示什么 过瘦 反之的话就过胖 类似像这样子 这样的话我就主要只要判断一个就可以 因为我只要判断一个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反之的 OK 按确定 那你会万一向下填满 这时候就做出来 你会发现负过胖 OK 然后这个也是过胖 然后这个是过瘦 没有问题 标准的话 还是一样 没有影响 应该看得出来 这个逻辑 所以在 以色列里面的逻辑 最重要我觉得就是 你施草会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样做多重 怎么做连击 怎么做交集 连击里面又会有交集 等等的 或者是连击里面还会有多重的判断 像这边还可以再判断 而且还可以再判断过胖 过过瘦 或者是说你还可以再区分 有点胖 或者是 再往上非常胖 然后最后就胖死了 OK 类似了 马上你就 只是说这个逻辑就是你先切 比方二分 再切 再切 那你可以一层一层 比如说胖的话 你还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先过胖 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delete掉 再掐一个逻辑 胖的程度 还可以再切 就是这样子细分下来 你会发现 在以色列里面 也可以做出很复杂的逻辑判断 以往可能要用写程式来解决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 如果你 这个问题并不是非常的复杂 一定要用程式解决的话 其实用函数来解决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真的杀鸡不用拧刀了 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去写程式 才能解决 但是 怎么样 写程式是必要的手段 但是你要会 如果你不会的话 变成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你还在那边慢慢用工资来做 那就不对了 所以后面如果假如 我们一样的逻辑 我希望把它改成VBA的话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其实跟前面的写法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会增加一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回圈 所以你慢慢可以把那个写sub 固定成一个标准的话流程 就是一 先确定几件事 一 你的列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你就打一个 For I 等于四到十三 对不对 就是你的列 从哪一列 第二个的话 你要判断什么 If 你的 这一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大于5% For 会多一个 For怎么办 因为前面那一符 中间只有放一个条件 那如果两个 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条件 中间请你放第二个条件 偶尔 再放第二个条件 如果第三个 再一个偶尔 还可以一直偶尔下去 OK Then 做什么事情 在这个偶尔格 L栏里面 输出 什么呢 输出那个 标准不标准 我们第一阶段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我想前面 跟前面有点像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但第一个是清除了 清除就是第四列 到第十三列 把它清空 哪一栏清空呢 L栏清空 再来增减体重百分比 for i 等于四到十三 中间的话 一幅 第一个条件 追览里面的东西 大于 不过特别注意 百分比person 在VBA里面 这个字元 person 是保留字 所以你不能用person 你不能打百分之五 怎么办呢 旁边就转向 0.05就一样 OK 好 或者是 OK 或者 这个 小于 负5的0.05 它不就是跟刚刚一样的多级 最大的差别是这个地方 多增加一个偶尔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and 的一样也OK then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L栏 不标准 反之 就是标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 这个地方的结果给写出来 所以执行起来的话呢 当然 各位可以在结果的地方 执行 标准不标准 看一下 基本上跟刚刚是一样的结果 但是 如果 当然你可能想说 那这个是偶尔的逻辑 如果and的逻辑怎么办 没关系 一样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增结体重百分比 这个 这一段 sub程式 头跟尾 复制 贴上 按卡锁键 拖拉也可以 这边把 sub的名称 改成and好了 OK 那and如果要改and的话 就是把这个改一下 and 中间 刚刚是偶尔 你把它改and 然后呢 逻辑 就是转一下 如果它 它是小于百分之五 小于等于百分之五 and 大于等于负百分之五的话 那就是标准 反之就不标准 所以把标准不标准 转一下 那and的就写完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用and的输出 结果 也会跟刚刚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一样可以 把它做一个转换 OK 那当然最后呢 如果说 我要把那个 不标准变成过胖过瘦 记得 主要在这里 一样可以 刚刚是把它 那个不标准 删掉 加一笔 在这里 一样在这个区块 再加一个一笔 所以在VBA里面 如果你还要再判断的话 那请你在什么 在这个底下 我要enter一下 enter两下 这边加一个if if什么呢 if 那一样去抓 那个哪个资料 抓这个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如果呢 这个大于百分之五的话 如果它大于百分之五 那 then enter两下 else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end if 那输出的话呢 移到中间好了 移到这里 这边的话呢 当然就是 把它改成那个 过胖或过瘦 如果它 这个地方是 大于 百分之五 我们用0.05来表示 那它就是过瘦 反之的话呢 就过胖 反之 就是这一串 else 过瘦 胖 胖 胖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输出看看 理论上 这样改完之后 这样的逻辑呢 会跟 这边的一模一样 这边一模一样 这个是VBA做的 那这个是函数 我们刚刚用 那最重要是在 原来的 输出那个 不标准的地方 再做一次逻辑判断 所以未来 如果你要把那个 就是VBA里面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你就是再把它 加一个一幅 else跟end的一幅 有这个结构 那就可以 再重新判断一次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试试看这个 有关增减体重 百分之一的 sup的部分 就是将来 那你在旁边 加一个按钮 一样 反正就是跟前面 练习一样 按下它 自动执行 按下它 自动清除 OK 这边的话 就再把它完成